我想我們任何一個失眠的個案都要找他背後可能的 譬如說他有精神跟其他的情況 譬如有焦慮症、憂鬱症或恐慌症或是說強迫症等等 這些都會合併很失眠 那另外一個是要找他背後的個案 都會繼續壓力 造成他憂鬱症的一個 造成他失眠的一個比較嚴重的惡劃 那這部分要先解決 那失眠的部分會附帶就慢慢好處理 那如果單純要安眠也好 這樣是不可能的 我會建議民眾 如果這類的醫療一定是 同一個醫院做治療 不要到處理 我們都逛醫院 因為這樣子 不同醫院可能掌握他的 這樣只會不會有效 那同一個醫院固定下人之後 那接下來就是要 用一支配合那個較量的增添 那家人其實可以關心 就關心說他是不是固定在一個地方看病 他要換的地方沒有關係 換了之後就再固定 除了說這個 在另外 不是說同時在其他很多醫療院 這樣就不行 那第二個就是他不用 藥物製造 我想這樣也可以從這兩方面去關心 這樣的個案 所以你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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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